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由于阳为您播讲,请听第544集 虽然不知道韩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他的吩咐对工匠们来说不比圣旨差多少 而且官窑的瓷器贵重,但碎瓷片却便宜得很 才两天的时间,材料就都准备好了,十几个工匠在韩刚面前,功身待命 连王仪也出来了,想知道韩刚到底打算做些什么 韩刚要做的自然是镶嵌化 赵碧对外的一面按照如今的习俗来,但对内的一面,韩刚准备拼出一幅山水图来 他向经中以山水闻名的王显邀了一幅画 韩刚的面子,驸马都尉不能不给 也就一天,王显就派人送了一幅燕兰秦晓图来 说是仓促之间难以下笔,旧时习坐,还请韩龙徒不要嫌弃 韩刚怎么会介意呢?虽然他并不实话,但王仪看到之后就抽了一口气 说是这一幅在王显的作品中也是顶尖的了 让韩刚不得不又封了一份重礼回去 将样本依照雕刻的方法打到墙壁上 腾写出大概的图样构成 工匠们就用糯米汁拌的粘合剂 将合适颜色的瓷片贴到了罩壁上 虽然韩刚的要求不合规矩,但工匠们皆是一丝不苟地完成,而且很是兴奋 这等于是交了他们又一门手艺 乳窑一片等黄金 纵有家产饭罐不如乳瓷一片 在后世留下传说的汝瑶瓷在韩刚这里就成了马赛克瓷砖 工匠们分块包杆一起动手 半日的功夫,燕蓝情小图的大体构成差不多就成型了 虽然细节还要几日功夫去琢磨 但已经能看出韩刚这一番布置的家庙之处了 以王显的家座为本,或浓或淡的青涩组成了远山进水 加上妙志豪颠的刘白都显示出韩刚本人还是有那么几分哑骨的 韩刚站在正堂前欣赏着依然如同草稿一般的成果 西北之士只要有了定论也就没有自己的事了 闲着无聊分心打理一下自己家中也是不差的 王仪也出来了,盯着赵壁仔细看,一幅兴趣盎然的样子 已经是黄昏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游远至近,在门前假然而止 随即前日来传赵的小黄门绕过赵壁出现在院中,又是来传赵的 天子有指,卓涵刚即刻进宫 小黄门在宣找之后收了谢礼,便很痛快的道出了原有 西夏国主秉偿背囚,梁氏出面垂帘听证 韩刚都挣住了,老天爷这是玩什么把戏,要帮忙也不是这么帮的 西北二卢的国主一死一囚,其国中内乱可欺 换作是任何人来选择,也只可能是速攻了 暗叹一声,韩刚进内屋换了一身功服出来 方心驱领,长脚扶头,金袋鱼袋都带好,正准备动身 又是一名内侍飞奔而至,却是常来韩家传赵的铜冠 天子口谕,宣韩刚速速进殿 韩刚愣了一下才接着,怎么接连传赵 铜冠下一刻就解释了 龙徒,辽主的死音从熊州传来了,是从飞船上摔下来的 话音刚落,连同工匠在内,院中的几十对眼睛都看着韩刚 就是铜冠也是紧盯着韩刚,在他脸上搜索着表情泄露出来的真相 惊讶,崇拜,各种情绪蕴含在视线中的不一而足 官人,王尹都忍不住惊讶 别看我不关我的事,这肯定是耶利语心的功劳 韩刚摇头苦笑,飞船上天多少年了,死了几个 怎么偏偏弃丹国主碰上了 韩刚的辩解怎么会有人相信呢 院中不少人都在摇头 不是韩刚发明了飞船,写出了福利追缘,哪有从天上掉下来摔成肉饼的大辽皇帝呢 这姻缘巧合放在他人身上,也许还真的是凑巧 但放在发明了牛豆,有仙玉传说的韩刚身上,又有谁会信是单纯的巧合呢 韩刚不理会他们,韩信已经牵了马过来了 龙徒哥学士出行时的一众圆随也都整装待发 天子在从政殿中等着,岂能让其酒后啊 韩刚动身离家,走到照壁前脚步一停 哦,对了 他拿起绘底样的笔刷,在照壁的左下角一笔连勾画了几个图样 对着工匠道 在这里用红瓷片拼出来 就是这个五角的 韩刚自随着铜冠两名内侍走进宫中之后 就感觉到了周围,有着一股说不出来怪异的气氛 一路上成了围观的对象 就是他献上牛豆之后第一次进宫 也没有说像今天这般受到众人瞩目 铜冠在前面侧身引路 仗着跟韩刚有交情 笑道,龙徒运筹帷幄,远隔万里避卢求 宫里面可是没人不吃惊啊 哦,那日后有人因飞船而亡 岂不都是我的罪过了 两件事可不一样啊 而且几十条人命换了一个大辽皇帝 怎么都值得的 这可是进军百万兵马都做不到的事 铜冠奉承着韩刚 但看到韩刚没有任何得意之色和笑意的眼睛 他就笑不出来了 干咳了两声 老老实实的回头在前面引着路 在通名声中 韩刚踏进了从政殿 殿中的几位宰职投过来的眼神 倒是没有什么变化 这让韩刚松了一口气 但赵须则是掩饰不住心中的兴奋 在韩刚拜后起身 已经耐不住性子的赵须长声而笑 哈哈韩清 可听说了了主因何而亡啊 通于天绝于地 可都是韩清的功劳啊 上书中绝地天通一词 竟然是做了这等解释 耶律鸿基可算是一笑后世了 王规立刻就凑趣的笑了起来 但是韩刚没有笑 此事 臣岂敢鞠躬 韩刚躬身 汉之地要王 势在良迹 不在做肉饼的御厨 韩刚的比喻有趣 赵须呵呵笑了两声 韩清说的也是 虽说少不了韩清的一份 终究还是耶律鸿的功劳 但也是辽宣宗失察之故啊 一家父子都亡命于此贼手中 现在连孙子都成了耶律鸿的掌中傀儡 用人之物 一致于私啊 辽宣宗 韩刚疑惑的声音并不大 可同样处在兴奋之中的王规耳朵 似乎比日常灵敏了十倍 立刻在旁解释 就是追赠辽主的妙号 随着耶律鸿基死音 一起传来的 是耶律阿国登基的消息 改名延禧 大型皇帝妙号宣宗 亦人圣大教文皇帝 以顾辽主治国的功罪 自是当不起一个宣子 但既然耶律语新 既然受了所谓的遗诏 当然得给顾辽主 一个上家的妙号啊 这次摆任高空 还来得及下遗诏 听到韩刚这么问 赵徐哼了一声 据称 辽宗弥留之际 留下遗诏 命魏王太师 北院疏密使耶律以心辅证 处分军国重事 故而耶律沿喜 进封耶律以心为证王 太师兼太父 上书令 赐铁券己账 入朝不贵 上殿不屈 这已经不仅仅是全臣 这么简单了 耶律以心 现在携天子 以令诸侯 过些日子 恐怕就是家九息 也说不定了 当然 辽宣宗不是病死 而是比坠马而亡 更为无稽的 坠天而亡 接下来 辽国就肯定少不了内乱 这是百分之百 而不是之前的八九成 说不定辽国内乱 两边打到最后 还会有一方 求得震的头上啊 赵须嘴角翘起 想起了儿皇帝 石敬堂 陛下 疏密时 吕公柱站了出来 谭冤之盟 誓书犹在 宋辽乃兄弟之国 至今未改 今日陛下殿上之言 可能传到宫外 吕公柱很会扫人兴致 赵须顿时就收敛了笑容 吕青说的是 等辽国告挨石底经 便悬石去调计 不过他的情绪 很快就又高涨起来 辽国内乱可期 必无暇西顾 这一下 攻打西夏也就彻底安心 能够直导心灵 这一下子 轮到韩刚来扫人兴致了 陛下 兵法有云 西直善战者 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七百里汉海难度 梁末难以供给 并不是辽国 或是西夏内乱 可以改变的 韩青 难道不知梁以埋 已经秋尽了秉长 梁氏富有垂帘听证了 王规附和着 西夏全相 求其君上 国中 以当内乱 其籍 为大宋藩属 自不能做事 当举师 直入心灵 以讨全贼 韩刚事前 没有想过梁氏 下手会如此果决 毕竟给炳长 找了辽国公主的 还是梁氏兄妹 不仅仅是韩刚 就是同样 深习西式的郭奎 也是一样 没有想到 倒是 有几篇《请战》的奏章中 提到了 可与其说 几篇奏章的作者 是对西式的准确判断 还不如说是 他们中了奖 将做皇帝的儿子囚禁 自己出来掌权的 过去只有一个武则天 东京城中的君臣 谁能想到梁氏 敢这么做呢 再怎么说 秉长都是梁氏 唯一的儿子 这半年来 除了警寻之外 并没有听说其他属于梁氏一方的重臣被杀 韩刚一直认为 西夏国的局势不至于有大的变动 至于 玉藏花麻说 新庆府中内乱的信 基本上是半年一封 早就没有人信了 要说耶律鸿鸡驾崩 辽国即将陷入内乱 这件事 宋人能看得出来 党将人当然也能看得出来 让嫁过来的辽国公主 也从飞船上掉下来 也不足为奇 但对梁氏直接囚禁秉长 韩刚还是很难理解 不过国中也发生内乱 乃至各大部族人心离散 难道还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吗 只是不论西夏的情况变得怎么样 韩刚都坚持他的观点 陛下 粮草是变不出来的 万一西夏兼壁青野 会沿途存粮 引诱官军深入至灵州城下 届时只要一直偏时骚扰粮道 官军的攻势便难以为继 总不能把胜利的希望 全放在西夏内乱之上吧 赵虚很意外 韩刚的坚持 便皱着眉头 心中很是不快 韩刚是朝中屈指可数的 擅长军事的文臣 领军经验也不缺 他的坚持 对讨伐西夏的灭国之战 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而他的反对 则会被反对开战一派 拿出来当作证据 吕公柱就是一个好例子 他的观点与韩刚相同 秉长一年送马陀三万与辽国 国中民怨已深 梁氏政变 许是有耻无恐 不能认定其国中必有内乱 原将反驳道 没有了辽国为依仗 西夏国中人心难定安稳 如何会无内乱呢 吕公柱回道 敌国人心岂可持 兄弟溺于墙 而外语其辱 官军攻入西夏境内 双方未必不会同仇敌忾呀 原将冷笑道 西贼贪于彩货 朝廷已绝路幼稚 如何同仇敌忾 两边的争论 让赵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这时薛相站了出来 陛下 古语有云 天欲不取 反授其咎 态度一直暧昧不明的 新任疏密副使 也终于开了口 如此良机不把握 日后还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吗 西白里汉海的梁岛 的确不宜输送 但维持到打下灵州 还是能够做到的 王规随即接过话头 灵州以下 是问新庆府 有如何保全 韩刚眼神瞥了薛相一下 不知他是不是跟王规 做了利益交换 今天终于表明了态度 薛相在梁墨转运知识上 也是权威 他的支持 不次是对韩刚说辞的反击 一番争论 到最后也没有得出结果 只能各自散去 但从赵须的态度上看 韩刚知道 自己失败是必然的 韩刚并不是很在意最后的结果 他被挡在梁府之外 就是因为年轻 行事激进 不适合拘于梁府 现在他需要表现出自己的稳重 而不是算无一策 但是话说回来 不宜冒险 进攻兴灵 也是他对战略局势的判断 并不因为自己的需要而改变 吕慧清回到家中的时候 吕生清已经先回来了 吕生清今日回京 要留在家中 过了年之后 再去继续他的工作 他今天下午在开封府述职时 也听说了辽主的死因 听了兄长 说了一遍今天 从政殿中的议论 吕生清惊讶到 想不到韩刚 现在竟然还在反对 直取心灵 该不会是因为无法领兵 所以反对吧 韩刚现在哪里 还会想要功劳呢 往外推都来不及 对弟弟的猜测 吕慧清冷哼了一声 若不是他的年纪 早就在梁府中坐着了 何至于汇取群慕司啊 那他为什么还反对啊 眼下的局势千载难逢 一旦辽夏两国局势稳定下来 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韩刚前面都已经说了 不能直攻心灵 他怎么方便改弦更章 这不就显得他思虑不周吗 吕慧清眉头皱了一下 而且应该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韩刚当真觉得 直攻心灵太过冒险了 韩刚发明的飞船 使得辽主送了性命 还让辽国陷入内乱 总觉得巧合的过了头吧 吕生清很是疑惑 今天午后听说了此事后 开封府衙中里面 就没有人办公了 全是在议论此事 会不会真的是他的磨算啊 哈哈 韩刚要是真有这个本事 之前就会赞成攻打兴灵了 梁末之事不比磨算 辽主更简单 吕慧清和韩刚 抬头不见低头见 熟悉得很 韩刚的才智魔略 皆是上上之选 这一点的确不假 可要说 他能做到磨算 惊鬼神的地步 吕慧清哪里会相信 但他又沉吟起来 不过免不了天子会这么想 所以韩刚坚持不能职工心灵 当时有这份心思在 前后如一 才能显得心中坦荡 以便化解天子暗地里的猜测呀 自家兄长的判断 吕生清从来不会怀疑 便点头道 想来应该是这样 于是又一笑 只是世人多余 现如今 韩刚的名声 恐怕又要更上一层了 从宫中出来时 已是华灯初上 无数星辰在天空中闪烁 骑在马上往家里走 韩刚还在想着方才 从政殿中的争论 梁府中的六个人 王规 元将和薛相 是支持功取心灵 吕慧清的态度暧昧 但只要王规肯做出妥协 以支持守施法 交换吕慧清的支持 没有任何难度 只有吕公祝和郭奎 跟自己的看法相同 希望能稳一点 不要太过于急躁 从人数比例上说 素工一派占了绝对优势 而赵虚也明显偏向了前者 如果算进朝堂上的普通朝臣 持缓攻态度的声音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 在韩刚看来 以如今大宋的国力 即刻出兵攻打西夏 直取星陵 成功的可能性是六成到七成 在灭国之战上 这个几率已经算是高了 韩刚当初领军南下 也不是全然有把握 事先估算的几率 其实也差不多就在六七成的样子 但另一方面 采用韩刚的策略 先取银下兰州 不急着攻打星陵 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 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徐徐削弱西夏的实力 官军如泰山压顶得势 很有可能会让西夏国中分裂的两派矛盾缓和而移至对外 但缓上一缓 通过各种手段挑拨 却能让矛盾就此爆发出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五百四十四集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五百四十五集 《载之天下》第五百四十五集